而最新的消息要帶您來關注 國內快篩的需求增加 市售的快篩試劑 普遍都是經鼻腔裁剪為主 對有些民眾來說會比較不舒服 那食藥署這幾天也火速的核准 第一款唾液快篩試劑專案輸入 成為國內第一款的家用唾液快篩試劑 而快篩實名制第二天 週五輪到了身份證尾數是單號的民眾 只是接下來就是週末了 上班族趁著休假去買快篩 這個需求量會增加 但是可能沒有相對應數量的藥局 也引發民眾擔心週末配貨的藥局減少了 更傳出星期日可能是沒有新的快篩可供販售 對此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只要藥局在星期天有開門營業 就還是會配送 台灣本土確診個案破萬例 台北市長柯文哲拿出單日累積確診50萬例的圖表 不過前副總統陳建仁覺得這太誇大了 民眾不用過度的恐慌 不過柯文哲則表示死亡率低是假象 陳建仁他認為柯文哲他不懂流行病學 而除此之外呢 柯文哲還主張快篩陽性等同於確診 陳建仁也說快篩有胃陽胃陰的問題 應該要謹慎面對 再來關注北農的群聚持續擴大 拍媒觀只剩三分之一 就有員工爆料 北農為了維持運作 要求員工做假的異調 對此北農強調一切都依規定來實施 不可能隱匿 農委會也行文指揮中心 希望批發市場可以比照醫護 以篩代格 被質疑是不是沒照規定來的 還有台中逢甲大學 有一名女學生爆料說 校方沒有做好接觸者隔離 自己被迫跟正在居隔的室友同住 兩人一室共同生活了三天 對方不但沒有戴口罩 要人提醒才會戴 連手去摸過的地方都沒有消毒 女學生指出她跟校方反應了 結果學校居然說對方採檢是陰性啊 要她不要恐慌 嚇了這個女同學逃回家住 結果隔天就收到消息 她的室友陰轉陽 所以她現在也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國際焦點麻持續帶您來關注俄烏戰爭 俄羅斯28號向烏克蘭首都基輔 發射了五枚巡弋飛彈 攻擊地點離聯合國秘書長和澤倫斯基 會晤的場所只有不到四公里 這個挑釁的意味非常濃厚 而普丁和各國的外交關係 也降到了冰點 G20主辦國印尼 週五對外宣布 已經邀請了烏克蘭 一同出席這次的峰會 而美國的官員還直接表示 普丁不該參加 俄羅斯質疑要開戰 讓全球很多的國家都認為沒有辦法接受 那這也讓原本中立的芬蘭和瑞典 開始考慮要不要加入北約了 根據瑞典當地媒體報導 最快在五月中旬 兩國可能就會向北約提交申請 那北約也表示非常歡迎 以美國為首的各式軍員陸續送往烏克蘭 連帶讓武器製造商的訂單接不完了 根據美國媒體CNN報導 包含了洛克希德馬丁 波音 通用動力等軍武大廠 最近的股價都是一路狂飆 但是拜登不斷地追加軍員力道 也讓專家質疑 美國的軍事預算可能因此一肥重填 直擊大現場 我們帶您來看到最新的消息 高雄前鎮有一對兄弟長期相處不融洽 他們曾經為了父親留下的房產大吵 這個月18號兩個人又起口角 弟弟回到了房間 拿了啞鈴還有刀蟹 當武器來攻擊哥哥 哥哥受傷了倒在地上 弟弟卻沒有交救護車 哥哥最後傷重身亡 弟弟居然半失了七天 因為忍受不了這個臭味 就傳簡訊給朋友 才讓整起事件曝光 警方在獲報三天後抓到了兇嫌 另外來看日前有一名23歲的男子 年紀輕輕的假冒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去誘騙新北市瑞芳一名老婦人 以他涉及洗錢要求監管婦人的存款 那就在婦人領出35萬元 準備要交出去的時候 回家的時候想想發現 這好像是詐騙喔 所以報警了 警方在嫌犯的住處附近埋伏 在28號晚間順利逮到了嫌犯 另外來看到 恆春半島是潛水勝地 這幾天天氣不錯 有不少民眾出海潛水 就在週五上午一艘潛水船出海之後 潛水客就發現 這個船艙內不斷地冒出濃濃的黑煙 而且越來越大 同船的民眾還有人身體不舒服 那船長才通報海巡 請求救援 第四屆台灣議行獎頒獎典禮登場 表揚六位默默為這片土地奉獻的英雄 今年也首度加入網路投票 民眾參與選出心目中最佳疫情者 使用網路投票 我們在旁邊的封面 這次會有限的封面 我們看見